好啊 你不仅不帮我 还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我 你既然不想让我活 我就跟你拼了 你闹够了没有 能不能冷静一点 夫人 既然尊夫人回来了 那范某先行告退 好 那为过功之事 我们在意 告辞 侯爷 对不起 让你为难了 你不必此责 说起来 是我连累了你 其实 此时另有内情 内情 这件事的源头是王玉和魏国公的义女 起的纷争 而这场纷争是欧家引起的 我怀疑 王玉的死和欧家脱不了干系 而二娘这么一闹 徐家骑虎难下 处理不当的话 将会与罗 王仁江四家结缘 最终会影响到海禁之事 其实是欧家 最终得力者还是欧家 再想到欧公子之前说的话 难道王玉真是欧家害死的 不可能 只是没有证据 而我有无权去干涉杜察院查案 只能尽所能地去化解 平息这场风波 把对徐家的伤害降到最低 侯爷 我能做什么 你暂时到边缘住几日 避开这里的是非 我不能去 你留在这里 只会让二娘有事无辜 与事无补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 可二姐这事 若由我出面解决 不管结果如何 都是我一己荣辱 若是侯爷出面 只怕会给旁人落下 循色王法的口实 这不正好随了欧家的愿 但二娘她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牵扯其中 进退两难 侯爷也不要太小看我 如果二姐再过来闹 我自有法子应付 你有何打算 凡事揪其根底 便有解决之道 侯爷放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写之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二姐又来了 就跪在门外 那么大的雨 她到底想怎么样啊 再这样闹下去 流烟似气 假的也要变成真的了 我看她分明就是跟夫人您过不去 我出去看看 您在想没什么 终于当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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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姐 你这是何苦呢 你刚小缠不久 为何要这样 坐建自己的身子呢 你先起来 进去慢慢说 你若不答应我 我就不走 我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好啊 那你就等着 等到我坚持不住的时候 等到满京世人 都认为你们 徐家冷血无情 想要逼死我的时候 我倒要看看 你这永平侯夫人 怎么安安稳稳地坐下去 我要看着 你和我一样 在哪里都无立足之地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要不要跟我进去 好好把事情说清楚 只要徐令仪 答应我的要求 我立刻就走 否则 你不让我好过 你也别想好过 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又不找你假惺惺 在这儿呢 就是他 他就是他 夫人 平时见不着他人 夫人 今天终于找到他了 就是他 就是他 你是什么人 我妹妹妹要干什么 王玉 她害死了我的女儿 你是她的夫人 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给我死去的女儿一个交代 就是你 不是你 我这儿带人去你家 把王玉竟然把她活活地打死了呀 还有我妹妹 你也是被打害死的 你还我的女儿 放开我 还我只要命来 你还我只要命来 你还我只要命来 放开我 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 你跟我没关系 我能够命的侄儿啊 夫人 别冒了 你别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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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住啊 夫人 你跟我说清楚 放开我 那叫我天儿的命来 她这日来我徐家 便是我徐家的客人 你们要是有什么恩怨 等她出了徐家之后再算 可以吗 好 那我们等着 我早要看看 她能躲到何时 就是 我们不躲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她 你说 那些人 是不是你找来的 外面的星星 你也看到了 他们的亲人 都是被王玉所害 他们有苦无处诉 只要抓着机会 就会死缠到底 你若继续闹下去 不但达不到目的 还会被他们缠上 不得脱身 好啊 你不仅不帮我 还用这样的手段 来对付我 你既然不想让我活 我就跟你拼了 你闹够了没有 能不能冷静一点 王玉生前造了这么多孽 你作为她的夫人 也应该对受害家属 做出一些交代 二姐 其实你根本就不在乎 杀害王玉的真凶是谁 你只是想 满足冒国公的要求 保住自己下半生的 荣华富贵 顺便报复于我 对吧 你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现在 却端着架子高高在上地轻视我 难道 我不应该恨你吗 卢二娘 你清醒一点 你还要自信 泄人闹什么时候 你我都是庶女 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 所以我们不管走哪条路 都只能勇敢地去面对 你能不能振作一点 你是永平侯夫人 自然能说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现在 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好好回去 先把身子调养好 过季的事 我和侯爷会一起帮你想办法 但是你若再来闹时 颜面尽失的就是你 不是我 东青 准备一辆马车 从后门把王少夫人送回去 是 夫人 记得在马车上 脸上暖脸 徐玉娘 你最好不要骗我 否则 我跟你没完